你掌握这山陀尔台风 过去三个小时 依旧是在高雄的西南方 120公里处原地打转 而且速度同样为时 每小时9公里 半径依旧是220公里 那么它为什么不移动 主要是因为导引气流 实在太弱了 导致它几乎呈现一个 原地滞留的状态 那么其实你也可以观测到 接下来它如果逐渐 靠近我们的过程当中 预估当它登陆之后 会快速减落 也许它变成一个青台台登陆 但也许中台这样的状态 也可能会登陆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 相关的防台工作 而这个山陀尔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台风 再加上它恐怕会成为 台湾史上第二个 在台湾上空原地消失的台风 因为刚刚约翰也有提到 当它接触到这个 中央山脉的时候 其实结构就会更加速去被破坏 上一个在台湾上空消散的台风是 2001年的台美台风 不过这个山陀尔台风也许会变成第二个 我们来从最新的警报单来看它 现在究竟停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警报单的部分 可以明显看到它的路径实在是相当诡决 有一股把它往上拉的拉力 但是过去三个小时它几乎是在原地打转 所以说它接下来登陆的时间点 其实还是有变数的 本来上午说大概是明天早上的8点 会在台南登陆 但是后来又变成说凌晨就有机会登陆了吗 不过现在看起来从气象鼠最新的预测来看 恐怕还是维持明天早上8点这个时间点 会在台南登陆 不过郁寒刚刚也提到了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导引气流让它移动 所以说会不会还有变数呢 想必这几率是很大的 但是无论它是中台登陆还是青台登陆 对台湾还是会带来风雨 我们透过雷达整合来告诉您 您看到我们预估接下来在8点这个时间来登陆的话 那么它的10级暴风半径你可以看到 其实笼罩在包括台南跟高雄地方 而10级的风力相当可怕 越估中心到时候可能还是会有12级的强阵风 那么这样的强阵风还是有可能会将数连根拔起 我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可能是要面临山土而台风带来有感风雨的时刻 所以越晚中南部的感受会越来越有感 至于北部地区的话 这是要到明天午后的话风雨会渐渐加大 好 我们最后来看到影响最剧烈 来看到到底会怎么影响 今晚环流影响持续 那么明天白天的话中心通过 东半部红冲冲一片 甚至紫暴主要是在于 因为受到这银风面少进来雨带影响 还是会造成致灾性的降雨要留意了 那么在明天晚上的话 这降雨才会逐渐趋缓 但是北台湾受到这东北风影响 还是要留意观察 接下来这山陀人到底会影响台湾怎么样 带把时间还给佩颖 好 各位观众 台东地区是不断地降下大雨 尤其在山区的部分 在我后方的就是山了 然后现在造成这个土树的状况 所以说我现在站的是道路 不是小河流 只是因为它的水流还蛮湍急的 而且混杂一些碎石头 所以走起来确实是会有一点点不稳的 那么现在已经有落石堆积了 所以我现在会稍微的往上坡来站 它把这个碎石头冲到这个地方 还有看到巨大的石块 甚至是树枝落叶 通通都散落在这边 这边是台九县 就是要从台东方向往南部县市来开 都会必经的道路 提醒右路人要特别注意 那么附近居民透露 其实每逢大雨都会造成土石流 真的是非常困扰 一起来听 就每次下大雨它就会发生这个土石流下来 真的喔 因为旁边这个本来不是河道 它是路给人家上去山上工作的 因为它山上的水没地方排 它一下大雨就从这个路流下来 夹带泥沙石头都会出来 对交通很危险 好 这一处路到底现在已经变成土石流 淹没了这个是往南部县市的道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就已经围起了三脚锥 提醒右路人特别注意 等于现在是正下单线双向通车 所以行进这个路段 记得喔 小心慢行 以上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交还给台北同内 好 焦点转到了嘉恒春的市区风雨 也逐渐的增强 而少数的民众呢 冒雨出门来采购 大街上也很冷清 而目前的最新状况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嘉义 好 主要各位观众 我们记得现在持续在恒春地区 为您掌握台风的消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现在山陀台风还没有进到台湾本岛 不过现在在恒春地区 已经开始下起了风雨 那现在呢 风雨可以看到的是非常的强劲 在我们恒春市区这边呢 可以看到在台风天是 比较没有店家开门营业了 已经下午一两点的这个时间了 可以看到街上是相当冷清 就连这个汽机车都很少 那么平常这个时候呢 总是会有一些游客出来采买物资的 不过呢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大街上是非常的冷清 就连这个超市 连锁的超市 都是比较没有人出来采买的 因为可以感受到现在风势是非常的强劲 依照这个气象鼠的预报呢 这个恒春半岛这边最强会刮起13级的强乘风 因此呢 民众为了保全自身的安全 都避免出门 在台风前就已经先准备好了这些防台物资 那如果现在民众有这个机械出门的需要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因为在恒春市区这边 风势跟雨势已经非常强劲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状况 台风山驼在西南外海打转又适逢大潮 狂风巨浪导致了屏东方寮大庄村 有一处海堤 行程遭到了巨浪冲垮 海水不断的倒灌进了村庄 让居民苦不堪言 我们跟着海巡人员以及工程单位的脚步 来到了这个屏东大庄村 这个早上七点被大浪冲破的堤防旁边 东森新闻团队直击最前线 屏东方寮大庄村长达近30公尺的海堤 因为适逢大潮 加上山陀而助推狂浪 二号清晨严重崩塌 海水不断从超大缺口涌入 工程人员竟急以骚颇快 和太空包卖力防堵 清晨一声巨响后 村民赶到现场发现 堤防地基被掏空 海水管线也被冲毁 纷纷涉险下水绑老管线 跟山陀而争抢时间 但海水不断倒灌进村庄 附近村民人心惶惶 淡防的原因就是 它的地基没有掏空 掏空之后就淡防 淡防过来整个海水位都一直倒灌 倒灌就整个水位都在这里 岸边管线残破断裂马达全坏 海水无法抽到余温 央之业者苦探 辛苦养殖的石斑鱼 可能全均覆没 损失达到上百万 担心范围持续扩大业者很焦急 政府也立刻调派大型机具 销坡块太空炮通通出动填补 赶在下一次大潮来临前 赶紧将缺口堵住 山陀儿行进缓慢 强浪持续威胁屏东沿海 就怕时间越拉越长 伤害也越来越大 东森新闻吴孟林张小军采访报导 山陀儿台风造成北部地区风势增强 就在一阵强风之下 监视器拍到了路边大树直接倒下 大量的树枝树叶砸在路边停放的轿车上头 当时还有机车骑士经过 差一点点就直接被压在树下 幸运的躲过一劫 2号中午11点多 台北北头区明德路路数倒塌 被连根拔起 远景在货报之后赶到现场处理 而且针对了交通状况进行管制 另外则是通报公园路灯管理处 到场处理这棵倒塌的大树 现场有两部停放路边的自小客车 遭到路数倒塌波及 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根据气象署资料 台北在事发当时 山区侧的大约8到9级阵风 平地也有5级阵风 接下来台风如果持续北上 恐怕风雨会更加距 不必要多加掩防 东森新闻台报导 台风造成了北部地区的风雨 也逐渐增强 有旅客就表示了 说有飞机快要降落桃园机场时 比较颠魄 甚至还有人在飞机上就被吓哭 而当飞机平安降落地面时 乘客都松了一口气 乘客拍下班机降落桃园机场时 机身摇摇晃晃 最终顺利降落地面 受到山腿台风影响 桃园机场周边天气不佳 风和雨都比平常强劲 起飞跟下降的时候 比较有那个下降的部分 或比较会颠簸这样子 然后侧风会稍微机上有点小尖叫 对 然后尖叫到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还蛮开心的 就是说已经平安到达台湾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还蛮紧张的 这一班从速雾回来的凯蒂基旅客说 快要降落时才有感觉颠簸 而且大家搭机时 其实心里都很忐忑 担心台湾正受到山腿台风侵袭 行程会有所改变 至于班机上面 感受没有想象当中剧烈 不过偶尔机内遇到上下起伏时 还是会有部分乘客发出尖叫 还有婴儿的哭声出现 但是幸好最后平安抵达台湾 东森新闻黄启动 台湾报道 邮轮航班大乱 一艘名胜世界一号邮轮 受到了台风影响改变了行程 一号提前出港 9月30号通知了游客 一号下午出港 结果来到了现场后补 三点多关柜 导致了有100多名的游客 无法上船 被丢包在基隆港 来看燕哲怎么回应 不让我们上去了 那怎么办 我们这四天要谁要负责 四天要住哪里 旅客们拎着自己大包小包行李 统统挤在港口边 没有办法上船 只能眼睁睁看着邮轮离开 欺骗消费者压榨消费者 他们完全是一个不手心用 没有负责担当的一家轮船公司 旅客越说越生气 因为邮轮开放会员 免费让他们住四天三夜 并且提供300元港币游戏金 原先2号要搭乘世界名胜 一号邮轮到日本十元岛 却遇上台风山徒儿 因此临时改成一号到日本纳坝 邮轮公司突然9月30号通知旅客 一号下午4点出港 不过当天下午3点多表示客房满了 导致有100多名旅客没有办法上船 等于整趟旅程全都泡汤 民众不满被丢包气炸了向消保官澄清 尤其是台风天 我们更加要在规定要离港的这个时间 赶快准时的离开 所以很抱歉 就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位候补的旅客 邮轮公司强调 已经有尽量延迟到三点半才观察 而13号还有其他航班可以选择 游客身为会员 期待能够多转一趟旅程 却没有想到被针一搅获全没了 东城新闻旅国宝 黄军园和云婷 基隆报导 最新的现场要来关心 山陀尔台风的登陆时间延后 影响台湾的时程 预计在拉长 而宜兰地区已经开始变天了 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给友莲 好 山陀尔台风转为中台 但还是维持在中台的上限 因此提醒大家不要掉以清晰 尤其在宜兰的海边这边 您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有发现 好几个海滩都是已经拉起了 像这样的封锁线 平常民众都是可以从这边走下去 来这边到海滩这边 但是现在拉起来 就是要市井民众不要靠近 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 目前在我的背后 有很多的民众 因为今天是放台风架 不用上班上学 因此都是和家人或是朋友 来到这边观浪拍照 甚至是还有人带着小椅凳 来这边看海浪 但是您可以看到 目前在宜兰的海边这边的海浪状况 跟早上相比 是明显的有增加了一点 现在目前的这个浪高 是维持在三米左右 而沿岸的平均阵风也有达到七到八级 因此我们是要提醒大家越晚 可能这个风势雨势都会再更大 那其实我们从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在宜兰了 昨天来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现场这边是有一些太阳跟夕阳的情况 不过您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的宜兰已经开始变天了 尤其是在山区的头上这边 你可以看到灰蒙蒙的一片 看起来就是已经快要下大雨的感觉 因此气象局今天也是针对宜兰线 从大雨特报升级为豪雨特报 就是要提醒大家可能晚上的雨势都会再增强 因此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是不要出门 如果是一定要出门的话 也要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好 那么以上我们在宜兰的最新状况 把时间镜头交还台北棚内 台风来袭台东 台东之本当地有一处知名的景点白玉瀑布 由于受到了大雨的侵袭 瀑布的水量变得比平常还要大 甚至在旁边还冲刷出了新的瀑布 连当地的居民都表示 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样的景象 顺着几十公尺高的山崖壁 强大的水柱不断的倾斜而下 滚杂着一点泥水 水淹弥漫非常的壮观 台风山陀而来袭 让台东之本的知名景点白玉瀑布 水势变得比平常还要来得大 就连在地的民众都表示 这一次白玉瀑布的水势 比以往台风来袭时都还要来得大 平常的凸水期白玉瀑布水量小 是一般民众步行就可以轻松抵达的景点 不过因为山陀而的来袭 导致现在的水量变得非常的大 一旁甚至还冲刷出新的瀑布 出现了双瀑布的景象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时间越晚 台风的感受会更明显 其中在屏同东港的海之秋 观景公园风雨变大了 竟然还有游客冒险观浪 人先给记者张朝俊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很明显格可以感受到 台风山陀的威力 而且今天很明显感受到 他已经来到家门口 因为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屏东东港的 这个海之秋观景公园 我来到这里 没想到竟然还是看到游客 来到这边观浪 但是他们说这里看的浪 竟然非常的漂亮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稍早的访问 看得到海 看得到海 那现在浪应该很大吧 蛮大的 好的 由于刚刚公园上方的风雨实在太大 我就连抓着栏杆都站不稳 所以我不得不顺着移动 来到公园下方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画面上看到 这个风浪其实是越来越大 不断地在拍打上岸 所以我们看到我后方的这个小公园 就在刚刚这个海之秋观景公园的旁边 它整个地上的积水 其实都是刚刚海岸 海浪拍上岸之后 在这边积起来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即便这个海浪再壮观 都不要来到海边观浪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 下一个被海浪拍到的 会不会是自己 以上说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召唤棚内 好 另外基隆现在在防台 被外界拿放大镜检视 市长谢国良下午前往五轮国中 视察全新的防水板设置情形 最近现场连线给记者王晴华 好 主播在山徒儿台风的逐渐逼近之下 基隆市在下午风雨逐渐增强 我们现在就来到基隆市的五轮国中 可以看到现在地上已经堆满了整排的沙包 那么市长谢国良也在下午特别来到五轮国中进行视察 因为在现代水利署也提供了基隆市府新型的挡水板 790片进行防灾防台功能 让我们先听一段视角访问 第四核专局这边一共有提供了700片 那目前我们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区一共 刚刚消防局长说一共使用了300多片 这个红色L型的挡水板呢 它比起堆沙包的速度要快十倍 它一分钟就可以排五公尺长 甚至可以抵挡大概50公分左右高的积水 那么新型市府呢也希望说 接下来除了校园也包含一些店家或是里民 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向基隆市府来申请 来以防台风的灾害 以上是现代最近 这样时间教会捧内 好 台风来袭 现在竟然有三名民众无惧风雨 他们一想天开跑去掏金 这三个人只带着简易的装备 前往原山的疏红道上有100公尺处 想说趁大雨冲刷山出的过程 在河流中掏金 被其他民众发现之后 赶紧通报警方将人给劝离了 附近居民指出 近期的确金价大涨 是引民众到现场掏金 只是山区的土石不稳定 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了 好 现在台风外围造成的雨势 让花莲连日大雨 其中寿孤阮溪的水位持续上涨 最近情况联系给记者杜行宁 好 这个台风山陀尔还没有登陆台湾的本岛 但是已经替东部带来相当大的雨势 那特别是在花莲连续三天的大雨 可以看到这个秀骨卵溪水是非常的湍急 而且这个水位更是持续的在上涨 在玉里大桥这边呢 目前已经测到的水位是逼近了127公尺 是逼近二级警戒129公尺的水位 那一旦这个水位来到130公尺的话 玉里大桥就必须封闭 而其实附近也有一座六月才启用的高辽大桥 早在30号就不提雨水的冲刷是桥梁中段 影响了超过2000户的居民 那至今这个花莲夹区有许多的山区道路 还有桥梁便道都开始管制封闭 那随着这个山坡而低近 恐怕还有更多的交通运输问题会受到影响 那以上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消息 再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 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 台北市昨天一宣布停班停客 人最多的地方就是连锁卖场 要来抢购是物资房台 尤其是夜菜类全部被抢光光 另外传统的果菜市场今天一早人很多 很多人认为这菜也变得太贵了 但是业者透露 其实价格比先前有稍微降一些 明天放假就变这样是不是 结账区域排着长长人龙挤满人潮 每个人面前推车全部放满物资 山坡而台风来袭 1号晚上一宣布台北市停班停客 连锁大卖场就涌入民众抢购物资 尤其是架上夜菜类全都被抢空 昨天就来逛一趟了 今天又再来 还有买一些已经煮好的菜 省市的 然后还有买那个比较可以放的 像一些干粮啊泡面啊都有 卖场才刚营业不到半小时 就已经有许多民众要来抢买蔬菜 店员也只能加紧脚步赶快来补货 而不只是卖场就连传统果菜市场 一大早也有不少人潮 有 今天比较便宜 青椒 青椒贵了 青椒便宜 便宜了一点 再补货 有什么考量吗 因为那个菜价越来越贵啊 看今天来买有没有比较便宜 摊位上摆着清绿高丽菜 过去一颗已经破200元 但现在高丽菜一颗就喊上400 青葱一把则是200元 大涨将近六成 不过也有老板透露 目前因为大部分民众早就买完 所以有些蔬菜的价格 其实比一号开市稍稍低了一些 大家都放假去了 因为已经买三四天了啦 上个礼拜五买到昨天就买三四天了 所以大家的冰箱都满了啦 应该是不会再买了啦 野菜类涨不停但又想吃点蔬菜 就有业者提醒 洋葱 红萝卜 白萝卜 以及冬瓜等九种蔬果 价格稳定不容易受台风影响 也是个好选择 东森财市院中午军王安平台北报道 其实这样的风雨感受上 感觉今天跟明天来对比 明天的感受势必更强 因为你看到这一张图表资料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今天受到这外围环流影响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迎风面 由下方甩进来的雨带 造成的花冬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降雨会比较明显 入夜之后同样受到环流影响 认识这个雨量其实最新一版 是修正成可能下修的一点状况 那么明天你有没有看到 紫色盐档的整个 包括东半部地区 还有南台湾地区 所以说感受上来讲 明天的风雨势必比今天还要明显 所以刚刚赵盒问到说 这个放台风价的几率 我个人认为其实要放台风价的几率 看起来是比今天还算蛮高的 还需要再次提醒台风价不是让大家出去放假的 而是要严防这个狂风暴雨带来的灾情 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危险 所以说就算不放假 就算有些县市的地方首长不给大家放假 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风雨情况 那如果放假也尽量不要往外跑 那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资料 则是这瘦孤蓝溪受到了连日大雨影响 有没有看到现在水位相当的高 而且提醒您 尤其这一回这山陀的台风 尽管看起来它的强度不断在修正 但是它因为路径相当诡决的关系 而且再加上登陆的时间一直没有确定 所以说它接下来的路径也许还有变化 但是它带来的风雨依旧是不能小看的 我们先来谈风的部分好了 看到最新的风场动态 您就可以明显发现 这红红的并不是雨而是风的强度 颜色越深的话代表风力越强 您知道吗 这红色经过的范围 甚至到了蓝色的范围 今天最大阵风出现在了澎湖冬季 来到了11级的强阵风 这是已经可以将树连根拔起的强阵风了 那么南台湾你有没有感受到 风同样也是相当的强 恒春还有蓝雨地区同样也已经来到了9级的强阵风 而台北可能观众朋友感受不到什么雨 但是风今天应该也有已经有feel了 有没有看到红色朝着这北台湾灌进来 也来到了8级的强阵风 而这风明天势必会更强 所以为什么刚刚赵和提到的这台风价 就算有放还是要留意自己的状态 而且我们来看到下一张雷达回坡 再来谈雨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其实尽管这山土人的台风 它的强度不断地下丘 但是过去一个小时它又不动了 而且持续滞留在这东南方的外海上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结构 尽管看起来越来越被破坏 可是逆时针甩上了雨带 在迎风面台东地方仍然是带来丰沛的降雨 包括刚刚十雨量台东延平 有41毫米的十雨量 累积雨量光是今天 台东的津风也来到了672毫米的累积雨量 所以说就算它的强度减弱 带来的风雨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我们从风雨分析来看看 它接下来到底怎么走 这一颗山土儿真的让大家都觉得好折磨 因为你看到这中心登陆 从今天早上本来预估是明天早上的 这个5点会登陆 后来又改成凌晨2点 好 现在又改回来变成凌晨早上的8点 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山土儿 受到它的导引气流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说它接下来路径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么既然有不确定性的话 登陆的时间就要看它接下来 到底有没有受到上方的这个高空朝线 拉上去北转的这个角度来决定了 那么现在看起来因为暴风圈稍微缩小一点 所以笼罩最多的时间又变成了明天晚上的6点 也就是说明天一整天从你一觉醒来到明天晚上 建议大家都不要外出比较好 毕竟你看到笼罩最多都在暴风圈当中 还是会为各地带来一些零星的灾情 当然因为碰到了这台湾的陆地上之后 它其实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轻度台风 甚至不排除它也许登陆的时候 就是一个轻度台风 它无论如何 接下来它应该会快速减入成一个 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您看到这个降雨市井 今天台东要留意 那么明天的话则是花东地区 南台湾以及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就会感受到这个降雨部分 越来越有FU了 以上是这节最新气象 代表时间还给赵和 你这个导引气流实在是太弱了 我们都在看这个山陀儿台风它移动的状态 过去一个小时它有移动但是不多 过去一个小时它距离高雄的西南方 从130公里变成了120公里 好你可以看到 其实上方是有一个高空朝线 想要把它往上拉 但是这样的导引气流依旧不够 但也不能没有这样的拉力 否则它就会往这西边去 不过现在看起来它下午 以及之后究竟会不会加速呢 目前预估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要留意 你看到它长长的雨带 从右方这样逆时针甩进来 手当其冲的 其实感受上比较明显的 在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风雨感受越来越有感 而且刚刚气象鼠也示警了 现在暴风圈已经进入了 这云林以南还有台东的陆地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此刻开始风雨在南台湾 渐渐有感 而且逐渐北上的过程当中 其他县市有感的感觉 也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透过最新的警报单 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位置状态 有没有看到 其他路径相当纠结 但是已经开始逐渐往北走了 而目前看起来路景范围 还是维持苗栗到屏东 恒春 台东 花莲跟澎湖 不过您看到 接下来它登陆的时间点 预估会落在明天早上的八点 就有机会从台南这边来做登陆 而未来的24小时之后 预估大约是在明天的上午11点 它的暴风中心已经在陆地上了 这时候它的暴风圈已经笼罩 大约已经超过五分之四个台湾 所以说风雨最强的时刻 就是从这个明天到整天的情况 都会有感受上风雨相当明显 但是今天来讲 北部的观众朋友可能感受 外头好像雨不多 风却特别大 来看到这段画面 北头的路数 因为受不了这强震风 倒塌砸下了这两台车 你知道吗 这台北的强震风来到了八级 所以说如果这路数不够稳的话 是很有可能发生类似灾情的 再来看到是资本地区 资本地区因为受到连日的豪雨影响 你有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狂风暴雨灌进来 结果在这台东的资本 也因此变成了小河状态 那么提醒台东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日累积雨量 台东的金风箱来到了610毫米 那么其实这样的雨量相当的惊人了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 这山陀儿台风好像走得这么慢 对台湾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但是已经封面的包括 花东地区以及南部的观众朋友 我们依旧还是要严阵以待 这样的山陀儿台风甩进来的风雨 最后来看到是风雨分析来告诉您 我们精准来看看 根据上一报又再次修正它的登陆时间 会落在明天早上8点 预计中心登陆在这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笼罩最多的时间 又修改了 变成明天晚上的6点 您看到这暴风圈笼罩最多的时间 在明天晚上的话 等于整个礼拜四 我们全台都要留意 山陀儿人带来的风雨 而且周三市井降雨范围 您看到包括了台东地区 刚刚已经提醒过了 明后两天 大家可能有些人在敲碗说 还会不会放假 周四周五要严防这豪雨带来的冲击 则是花东地区开始有市井了 因为接下来这风雨在阴风面 摔上来雨带 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之后来看到影响时程 分区来看各地的影响 您看到花东地区 狂风好雨持续进行 而南部地区越晚 风雨则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北台湾现在感受上 风雨好像不太多 但是会逐渐的增加 中部地区会有间歇的 强震风出现了 明天相当关键 也是山陀的台风影响台湾 最明显的时刻 沿海同样要严防 狂风暴雨之外 同样也是在南台湾 清晨的时候风雨最大 北部地区的话 则是午后会有强风好雨 花东地区的话 则会有好雨持续 所以说这回山陀的台风 还是要请您持续锁定 东森新闻气象 掌握它的最新资讯 我们就把时间来给蔡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